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6月16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李家超政府最新的班底名單曝光 相信這是最可靠 亦是最貼近 最真實的名單 而這個名單中 我們看到有五名現任官員是留任 九名官員是升遷 而當中最為關注的一定是馮偉光爆料事件中 牽涉到懷疑三名局長 而當中邱騰華和聶德權無緣在下一屆政府見面 而另一個局長就是黃偉倫升任副司長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在2019年11月13日 即是我們俗稱1113日 就是上水裸白清潔工被黑暴打死的一件事 而這個案件在昨日正式開庭 而在庭上法庭透露 原來在打死人的當日 有一名疑犯他曾經在WhatsApp訊息中和他的家人 曾經說過就是斬過阿伯 稍後要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一定要還裸白一個清白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開啟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最新的李家超班底名單出路 而這個班底名單今天是6月16日 所以是非常貼近最終博取的名單 而根據時間推送或推斷去計算 其實6月16日這個日子 李英已經定了名單 所以這次流出的名單很大機會是最終名單 而這個消息經由多個不同的傳媒爆出來 最主要是說到當中是至少七名司局長的人選 屬於現任或前任常任秘書 而留在今屆政府人士有六名局長 另外立法會也有三名人加入問責班子 我們首先說說最新的名單是哪些人 首先最新名單流出 政務司司司長屬於現任特首辦主任陳國基 政務司副司長屬於創科局前常任秘書長 卓永興 財政司司司長繼續由波叔陳茂波連任 而財政司司司司長就是早前捲入馮偉光爆料風波中的黃偉倫 即現任發展局局長 而律政司司司長由大律師工會前主席林定國升任 而律政司司司司長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軍擔任 而勞福局局長由現任勞工處處長勝任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由現任大灣區航空公司董事 及行政總裁邱應華擔任 而房屋局局長由現任建築處處長何永賢擔任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由發展局前常務秘書長林世雄擔任 發展局局長由現任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擔任 然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由現任立法會議員宣東擔任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由楊潤雄擔任 即現任教育局局長調任 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由楊何培恩現任公務員事務局常臂升任 而教育局局長由蔡若蓮即現任教育局副局長升上去 而保安局局局長相信大家最擔心這件事 就是繼續由鄧炳強連任 而政務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繼續由曾國偉連任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由許正宇繼續連任 民政政制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由現任公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升任 而這個打破早前麥美娟會做勞福局局長的說法 而醫務衛生局局長由港大深圳醫學院院長盧崇茂擔任 特首辦主任由葉文娟現任保安局常臂升任 我們看到這裏已經看到整個李家超的名單的班子 但相信大家最關心的必定是 到底屬於林鄭愛將的AO黨可否留下 現任這個名單裏的人有部份不是比較知名的政治人士 本身在傳媒面前少點曝光 但李家超升任他們 我們都會相信他們 但對於早前馮偉光的爆料事件裏面 就直指政府裏面有AO人士極力阻撓非AO特首去正常工作 直指的有三名局長 當中牽涉到在內的局長分別是黃偉倫局長 然後是邱騰華局長和聶德權局長 而在這件事當中的三人 其中一人被指 就是和蘋果日報涉嫌有勾結的成份 甚至是有勾結的可疑 當時我也拍過片跟大家說 而這三名局長除了黃偉倫在今屆會升任為政務司副司長之外 其實另外兩名局長沒有在李家超的名單裏 據知道聶德權和邱騰華都會卸任他們的官職 到底他們是否官徒走到這裏便完結 沒有人知道 而當中事實上我們對於聶德權和邱騰華他們本身的工作 我們已經不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而且加上馮偉光所爆出來的內幕消息 可以說是對政府來說一個震撼彈 如果聶德權和邱騰華等人還可以繼續升任 這樣就不合理 有人問黃偉倫呢? 黃偉倫升職做政務司副司長 我覺得李家超也有仔細和中央研究過這個名單 當日馮偉光所爆出來 說有兩名現任局長 當時的新聞處處長 他們純粹在工作性質上對馮偉光有些阻撓 或者是在工作上有些爭辯 我認為這件事是可以化解的 他們如果在過去五年的表現 可以表現出原來他當日做錯 或者他當日不應該這樣做 甚至事後可能不知道他政府有沒有調查過 但他們的性質未至於另一位局長那麼嚴重 因為另一位局長直指他懷疑是向《蘋果日報》洩密 這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如果我們一個政府現任的官員 和反中亂港的傳媒勢力 甚至他們的代理人 有過來甚往的來往 對於政府的施政也好 甚至我可以視他為出賣香港政府 所以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黃偉倫的升遷不影響 但是如果某一位局長 如果他可以繼續留在政府 我想這個對於香港市民來說 也很擔心 對於我們自己來說也很擔心 當然 到了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沒有一個很實質的證據 或者是馮偉光爆出來的資料 他也沒有指命到性 當中他提及過 我們分析過三個人 黃偉倫 邱騰華和聶德權 當中馮偉光說明 聶德權和黃偉倫不是爆料的人 到底爆料的人是誰 是否一定是邱騰華 也未必 但我們的推斷是相似 加上這次李家超選擇不用邱騰華 令到這個傳言更加可信性提高 最終是否這樣 我不想冤枉賽也好人 但我相信大家有正常思考能力 大家一起判斷一下 講完這件事 我要講第二件事 要講講2019年11月13日 大家知道在黑暴事件這兩個日子 對我們來說很印象深刻 就是1111 1113 1111上水李伯被黑衣人用火燒 而1113上水羅伯被人用磚頭扔死了 這兩件事令我們香港十分憤怒 甚至我們認為這群黑暴是滅絕人性 而過去經歷了差不多三年 兩年半的時間 當日警方就著羅伯的案件 在1113扔死羅伯的案件 和其他身份不長的人謀殺羅長青 中年70歲 他們另外會被控一條控罪 指他們在同年同月同日 在上水龍運街二號的北區大會堂外 連同其他身份不長的人士 襲擊一名61歲的男子 導致他身體受嚴重傷害 而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 以及參與暴動 可以說這兩個人 年輕人十八十九歲 但他們甚麼罪行 絕對足以坐到他們四十歲才出來 首先這件案件在昨日正式開庭 開庭不是區域法院 而是在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的判刑全部都是七年以上 所以基本上這件案件一是沒有罪 入了罪的話基本上要坐很久 而他們因為牽涉到這麼多罪行 又暴動 只是暴動也五年 意圖謀殺 也沒有意圖 直接謀殺 謀殺罪行已經足夠他坐十年 加上嚴重傷人又十年 基本上二十年這個年期 很大機會走不掉 而他們在今次的案件中 他們全部都否認控罪 這個案件直指 當中有一名事主 就是剛才和大家說 61歲被襲擊的事主 這個事主在11月13日當日早上6時 跟蹤這兩名被告 跟蹤他們最主要的原因是覺得他們是黑衣人 想看他們做甚麼 而這個61歲的市民 我可以說他是一個熱心市民 他熱愛香港 他在跟蹤黑衣人看他們做甚麼後 他看到有路障 黑衣人堵路 所以他決定在安全的情況下 他走過去清理這些路障 但無奈黑衣人的人數更多 所以他最終引來其他黑衣人 走過來去罵他 而當時有一名被告 陳彥廷 即是18歲的被告 就在現場 曾經用一個鎚 去襲擊這個事主的大腿 而當時的羅伯 就是因為在現場出現 而且用手機錄下現場的環境 打算事後交給警方 但羅伯最終被人用磚頭 扔中後腦 倒地 然後被普通市民抬他去路邊 而救護員在中午12點左右接報到場 發現羅伯當時躺在大堂門口 而左邊的額頭總將 立即送他去北區醫院搶救 當時羅伯是昏迷的 左眼總將 電腦的掃描顯示 他的右腦下方 右腦膜的下方出血 左邊的肩膀有擦傷 而同日羅伯轉送去沙田威爾斯醫院 發現他腦幹出血 在下一日宣布不治 而這個案件在昨日開庭的時候 他們被告聲稱自己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兩名被告 第一個被告是劉子龍 19歲的人 他在警戒下稱 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他又說我在現場有示威 但我沒有扔死人和打人 我被人打而已 事後其實警方是獲准他們保釋口查 同年2020年4月22日再次被拘捕 最終沒有得再保釋 而警方後來也在第二被告陳彥廷 也就是18歲剛才跟大家說 拿一個鋸去鋸61歲正常人 那個叔叔的大腿的人 那個次被告18歲的疑犯 他就在警方的搜查裡 發現原來他的手機 是有他和他親生哥哥的一個錄音 而這個錄音中曾經有人聲稱 我估計是他哥哥說 今天你們不是砍了那個八 後來說生存渺亡應該沒得救 而這個次被告就回應了 甚麼生存渺亡 然後他哥又繼續說 你今天不是砍了八 他好像生存渺亡 這裡我們看到甚麼呢 陳彥廷基本上 他的嚴重傷人暴動甚至謀殺罪 在這個錄音就不攻自破 基本上已經是中了 為甚麼這樣說 首先 為何他哥哥會知道 他今天那個陳彥廷走去砍了一個八 為甚麼會知道他走去砍了一個八 而看新聞說原來有一個八 生命渺亡 有機會過身有機會死 提醒他 為甚麼他哥哥會知道 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 他哥哥也在現場看著他砍 第二 他親口和他哥哥說他砍了一個八 老實說就是這樣 而他說的內容 說你今天是否砍了一個八 他生存渺亡 是兩個人 他砍了一個八 就是在說 今次上庭的事主X 我們叫他X 事主X 61歲那個 他就比陳彥廷很明顯 肯定是拿腳腳了 而扔磚頭又是另一個案件 所以他錄音入面 他應該誤會了 以為陳彥廷的事主X就是羅伯 但事實上他是兩個人 但如果從我剛跟大家說的分析 他哥哥知道這件事的原因 要不就是他哥哥在現場看著他弟弟砍 要不就是他弟弟跟他哥哥說我砍了人 要不然你基本上不會有這樣的對話出來 而這兩個對話 哪一個都好 不重要 因為重要的是 這兩個對話同樣都顯示得出 他的確是拿腳去砍過這個事主X 61歲那個伯伯 而羅伯最終是否他扔死羅伯 甚至他有沒有參與在內 是否協同謀殺 這就要等法庭上繼續審 而這個案件在昨天開庭之後 一次過會連審幾天 今天是16日 第二天的一個開審 這次的開審就是詢問這個事主X 亦即是這件案件中的受害者和證人 這個事主X聲稱 他在2019年11月13日早上6時準備前往上班時 期間看到新運怒有雜物 他和其他人一起清除路障 期間有兩名黑衣男子站在天橋底 其中一人拍攝著這個事主X 事主X大叫不要拍攝 這兩名黑衣男子離開了 而這個事主X形容其中一名男子身材比較健碩 長髮 而且有張頭髮摘起 另一個男子比較矮小受傷 而這個事主X表明他原先打算坐巴士 但巴士服務暫停 其後他去到上水廣場至上水火車站之間的天橋 又再次看到那兩名黑衣男 他認為這兩人曾經放雜物在馬路上 所以尾隨他們 經過火車站採完廣場 然後跟到太平村的天橋後 他沒有再跟下去 然後他去了吃早餐和回家 而同一天的早上11點 他離開家買咖啡粉 期間看到馬路上再次有雜物 因為雜物構成阻礙 令到所有事都做不到 所以他做了一個香港市民的表率 他走過去去清理這些垃圾和路障 期間一名乞丐的男子 就走過來勸了他 就說他不應該幫政府和警察 這一名正常市民覺得 不是的 我現在清除雜物 你阻礙到其他人是你不對的 你不要理會我撐不撐政府和警察 你現在倒路就是你不對 我去清除這些垃圾 我做良好市民奉公守法 我做盡公民責任 所以他沒有理會他 而這名蒙面男子就說 阿叔 你小心背部和腰骨 然後這個事主X 就說我的腰骨是沒有事的 而這個事主後來 見他曾經跟蹤過的長髮男子再次出現 而且試圖阻止他撿走磚頭 扔掉垃圾桶 之後有更多乞衣人加入了 而且有人大叫開傘開傘 而當時事主X就非常害怕 因為事主X在庭上解釋 理解到對方即將會襲擊他 而他在庭上亦直接指出 長髮的男子就是在應人手續中認出的男子 很明顯 根據事主X 他當日受襲和事發的經過所了解到 在庭上被拘捕的人正正是當日襲擊他 甚至在當日倒路參與暴動罪的男子 而這件案件性質十分惡劣 這群人無視法紀 他們不單止倒路 甚至對一些見以勇為 不同意他們聲音的市民 就要去私了他 對他行使私刑 這些情況是十分之卑劣 絕對不能夠接受 而當日我們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十分生氣 而之前我們一直以為1113被扔磚 扔死了 我們很生氣 的確 而原來同日還有一名61歲的正義市民 在現場被人用刀 被人用割 去襲擊他的大腿 導致他的身體受嚴重傷害 割他的大腿 這些是多沒有血性的人才能做出 在這裏真的要懇請法庭 一定要重判這兩個人 他們是十八十九歲 沒錯很年輕 他們犯了錯 但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能亂給他機會 即是經常說年輕人給他機會 沒錯 年輕人給他機會 這次重判他就是一個機會 讓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多惡劣 他做的事怎樣破壞到社會 對我們整個社會影響有多大 他扔死了一個人 戒傷了別人的大腿 對他們這些惡過黑社會的行為 目無法紀的行為 我們絕對不能姑息 這件案件我會持續和大家跟進下去 關於案件的詳情 接下來的判刑 我希望我們會見到這兩個人 特別是次被告 雖然年輕一點 十八歲 但我更加期望 是一個二十年左右的重判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的訂閱和按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 這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